图书馆顶级嚣张绝 一个人压着对面三个人的家门口打 对手这步操作我就看不懂了 到底谁现在是优势啊 我必须发力了 这把图书馆我要挑战在三分钟之内 结束 一不留神差点在狗洞这里交代了 一把图书馆是有十分钟啊 头顶上中间这屏幕倒计时变成七的时候 就说明三分钟到了 我们争取七之前结束 一个人头也没捞到 还能再秒一个 哎呀血量实在不值 这对手开始了 我觉得呢这也是件好事 正常比拼的话 对手啊这每一发子弹都格外宝贵 他用扫我队友的这些子弹呢 扫地板那就没空打我队友了 这样我们就会出现一些领先的优势 现在已经过去一分半钟了 我才拿下八个淘汰 那你说应该拿下十个才有希望啊 连杀两个后边还有个腰射 连杀三个我突然手机坏了 哎这现在游戏手机就是不靠谱啊 这老是失灵的呀 12杀对手刚重生 13杀了 继续卡一下 花铲出来 这几盆伤害属实有些低啊 14杀了 准备再回头15杀 能不能来个16呢 血量不值直接逃走啊 重新来过 手机又失灵了 打完这把我一定要去一个手机店 好好维修一下 当子一块拿到锅的时候 对手顶多也就才四个淘汰 实在是太速度了 不愧是图书馆三分钟真难忍 对手